台湾桌球黄金小将 横扫日本 2012台北青少年桌球公开赛 昨天在台北势力体育场开打 中华A队昨天在18岁男子组 场场直落三点KO对手最为强势 自从张志源在2012年伦敦奥运 打击桌球男单前四强后 国内桌球风气越来越胜 而这项赛事是台湾唯一主办的国际桌球赛事 五国青少年好手金瑞进出 希望兴许国际比赛经验 已经越级悬赏成年国手的洪子祥与李佳生 可连双剑合璧出身弹比赛更是锐利 连队弹实力坚强的日本A队 也是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此外台南后甲国中 今年才14岁的黄剑都 也是值得期待的信心 他有将近180公分的身高 球值重旋转又多 今年已经越级拿下沙瓦多 与瓜地马拉两战青少年公开赛 18岁组冠军 今天是各组团体赴赛及决赛 主办单位特别提供 平板电脑等奖品供获彩 动新闻为未来的装饰员加油报导 dónde 看了 2 Daiso 优优独太沓